ICT美美再生医学研究中心日前举行了开幕仪式 宣布将致力于发展以干细胞制药为主的生物科技 ICT公司作为全球拥有最多临床病例经验的干细胞生物科技公司 拥有19年干细胞转化应用研究经验 15年超万例干细胞临床治疗经验 如今在美国展开全新的征程 未来将把干细胞领域美国尖端基础实验和研究 与中国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相结合 推出干细胞临床治药以及相关医疗服务 另外也将通过位于阿凯迪亚市的临床及生物样本库 把人类的细胞组织器官等生物学样本与数据完整保存下来 用于未来更多更广的医疗研究以及应用发展 ICTUS是一个在美国开展的一个生物科技的公司 我们重点是做干细胞的临床研究 我们在美国的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是将干细胞制药在FDA申请 最终获得FDA的许可 在FDA申请这个干细胞制药的这个研究过程中 最需要的不仅仅是基础研究的方向 更需要的是在这个方向指导下的临床 所以我们正好弥补了美国的很多的干细胞科研机构 他们最缺乏的东西就是临床 ICTUS科学家委员会会员 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干细胞研究专家 骨科手术专家继教授Thomas Vansness博士指出 ICT公司拥有行业领域内最顶尖的高科技人才 也掌握了世界上先进的技术 未来将推动更多更广的医疗研究以及应用发展 这个研究将会开明时 他们将开始发展展规创传细胞织 以政府计划 我们可以安全地批评细胞织 为人生命 帮助治疗疾病 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大级计划 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 但是有很多其他机会 这些特别的细胞 这些一万亿的细胞 可以再生产生 和有好处的资源 帮助治疗 我们的身体的病毒 优秀的临床资源和临床治疗能力 高效的生物制备能力 临床及生物样本库 以及领先的临床研究和应用 是ICTUS的四大核心功能 未来ICTUS将秉承公司的宗旨 继续在追求为人类提供更健康 更高品质的路上不断前进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翰琴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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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